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欢迎收看超人利奥剧情懒人包 这张是我全剧里面最想讲的一张 因为这一集的故事真是可以说是流芳百世 昨日大家清兴道弟 今天大家各司其计 传说中的利奥兄弟大战超人兄弟 现在立即送上我的剧情速递 肥太郎超人道上 超人利奥剧情懒人包的第五章 开始 在影片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交代 这一条片一律都会用我惯常用开的译名 和方便我去讲的代名词 而且这一条片会重点讲解剧情 关于作品背后的设定废案、懒知识等等 都会在其他的影片上提及 如果大家想看完的话 就记得订阅太郎关的YouTube频道 和按下小铃铛 以后出新片你就可以马上收睇 《言归正传》不再带大家游花园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一群Marco的队员在这儿炭咖啡 而白子就是家里优哉犹哉地在这儿 哎呦 真的很可爱啊 陷阱是歌舞升平 盛世太平 但是今和平又有什么好看呢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暴风雨的前夕总是和平的 再难级的祸害马上就要降临 在M78星云超人之星光之角这一道 一条鬼鬼祟祟的锁链忽然入侵 捆绑着火光红红的超人之塔 超人之塔是光之角的象征式建筑 塔顶长期会冒着火光红红的烈焰 这个时候察觉到被人踩墙的超人兄弟 包括有大哥左飞 二哥超人 四哥Jack 还有五哥Ace 他们亲眼看到超人之塔被人毁于一旦 超人之塔倒倒了 究竟是谁做的呢 是暗黑宇宙的支配者巴巴佬星人 大家听我说 立即去抓巴巴佬 同一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 暗渡陈仓 偷偷地偷走了超人锁匙 超人锁匙是超人之星其中一件被捕 负责控制超人之星的航行轨道 超人锁匙同时也内藏着巨大的能量 话说想当年 超人之父就是手握着超人锁匙 击碎了一颗恶魔星 打件事啦 哥哥 超人锁匙硬地被人扯了下来 我们立即上啦 哇 而这个时候 偷了超人锁匙走出来的 竟然是尼奥的弟弟 超人非虎 竟然是你 哥哥 哥哥 超人锁匙被人偷走了 巴巴佬这条溪带真是很恶 不是巴巴佬 是尼奥的弟弟 我们超人兄弟 反正一定要打低这个二五仔飞虎 抢回超人锁匙 我们的超人之星正在飞去太阳系那边 就是这样 四位超人兄弟因为办事不力 被人偷走了超人锁匙 超人之星一旦没有了超人锁匙 就会脱离鬼道 这一颗脱离了鬼道的超人之星 现在正在逐步地逼近太阳系 而马可这一边都可以说是同样六国大风上 出现了线路异常 线路大爆炸 糟了 监视你香港 怎么会这样 这个时候 七叔在屏幕上 看到超人兄弟发出了超人超名 超人兄弟说了给他们知道 偷走超人锁匙 令超人之星脱轨的元凶 就是尼奥的弟弟飞虎 事件真是太震惊了 看见阿元这个欧嘴样 你都知道他有多无奈 而因为尼奥是飞虎的亲生哥哥 尼奥亦都被视为有半变的嫌疑 所以超人兄弟也都命令七叔要监察阿元 当然七叔是相信阿元的 同样阿元都是相信他弟弟的 但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根据超人之星脱轨的移动路径去计算 再过多14个钟头 就会开始影响到地球 受到超人之星逐步逼近地球的磁场影响 地球的自然灾害也都开始出现 整个地球都被人搞到反转再反转 根据推算 七日之后 超人之星就会直接与地球相撞 七日地球散 到时就真的陷球铲 飞虎 飞虎 我被人围殴啊 牛哥哥 飞虎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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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他出场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拼死保护自己的弟弟 伊亚 你们等等 飞虎 我问你 入侵超人之星 整垃超人之塔 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 按这条超人铰匙呢 你为什么不出声啊 尼奥 你死开 我要杀了他 请你们等一会儿 我求求你们啊 没有时间啊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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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隐无可忍 你们几个 和我上 PRO 尼奥受到 初代超人 和超人Jack的夹攻 而飞虎独自一人 面对Ace 都同样是不轻松 本事同更生 雙箭何太急 虽然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星球 但始终都是超人 究竟这场超人内战 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飞虎他是我弟弟 我是不可以不理他 你们几个人跟我过来 B 哇 尼奥哥哥 尼奥中了三位超人的 死光攻击 一度昏迷 完全没了气息 这个时候 飞虎竟然举起超人锁匙 哈哈哈哈哈哈 究竟超人兄弟和地球 会不会一下子被飞虎收工呢 就是这个千军一发之制 一度星光降临 超人锁匙 瞬间断开两截 在他们面前出现的 就是超人王 你们几个真是好笨啊 不你们认为眼前 你一条人 真是尼奥的弟弟 飞虎吗 很赵 哇 哇 哇 现形了 终于现形了 这个金帽子 就是巴巴鲁星人 暗黑星人 巴巴鲁星人 基于他是由 马古马星人的皮套 改造而成 所以一直以来 都有很多人分不清楚 马古马星人 和巴巴鲁星人 的而且确 虽然他们都是金帽子 但是马古马星人 是穿着铁底褲 而巴巴鲁星人 就是穿着黄金甲 基于巴巴鲁星人 在设定上 是拥有极之优秀的变身能力 所以一直在他们眼前出现的 这个飞虎 其实都是假的 奇妙的女 至于真正的超人飞虎 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在北极星那边 只有一块大冰在飘浮 真正的飞虎 就被人锁了在这块冰里面 现在我们继续讲估 巴巴鲁星人眼见细星不对 立即转身撤退 没错了 同样都是这一句 你们几个不用追了 一个巴巴鲁星人 去事都可以消灭 你们现在一定要争取时间 你们一定要同心合力 阻止这两个星球相助 你们先走 去 七星河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去超人之星 但是七叔就认为 地球是他的第二故乡 如果地球和超人之星相撞的话 无论是七叔 还是阿元 都会选择死在地球 既然这样 阿元就麻烦你了 于是者 世界继续天崩地裂 人类继续身处水深火热 阿元虽然有白子的招呼 但身体依然也十分虚弱 而马可高层那边也决定了 要用UN 105X炸弹炸了超人之星 不久之后 超人兄弟发出了超人签名 他们说了给七叔知道 超人之星的轨道无法改变 回到他基地之后 七叔极力反对用UN 105X炸弹 但是高仓司令官就说了 而他們的科技根本就不能確定這顆是否超人之星 他們不敢冒這個風險 就算七叔堅持幾件都是沒用 因為一班高層已經決定了 人類真的很蠢啊 這句我說的 不過在這個時候 七叔在絕望的一刻 聽到了一些夠小的旋律 同一時間因為周圍掛起了陣陣的強風 阿元在暴風雨之中騷醒 七叔立即告訴阿元 他真正的弟弟其實還未死 因為飛虎一直都在這塊冰塊裏面 由於冰塊一直慢慢移近太陽 而開始融化 他的求救信號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阿元終於都聽到飛虎的求救信號 眼淚都流出來了 陰公 現在阿元必須要分秒必爭 因為UN105X炸彈 即將要進入發射階段 硬咆咆 阿元立即高舉先知之童 Leo 變身成為Leo 將飛虎救出Leo哥哥 這次這個就是真正的飛虎 Leo兄弟一起飛去地球 使出他們的兩兄弟組合技 伏收光線 將爛掉的超人鎖匙變回原裝 Leo哥哥哥 他們兩兄弟竟然有這樣的能力 Cowwear 隨著巴巴魯星人巨大化 今集代表尼奧兄弟即將要大戰巴巴魯星人 絕對是一場超人鎖匙的爭奪戰 飛虎你不用理我 快點把超人鎖匙帶回到超人衣服 飛虎應聲彈高 起程出發 可惜巴巴魯星人用鎖鏈把飛虎扯回來 尼奧哥哥 飛虎 巴巴魯星人一拋 把飛虎拋開 飛虎很辛苦的一步一步 爬上來拿回超人鎖匙 而尼奧就出盡全力 捉住巴巴魯星人的鎖鏈 藉著空蕩 飛虎終於都成功飛來地面 而接著下來的就是尼奧的格鬥表現 日侵超人之星 加扮弟弟飛虎 離間我和超人兄弟 外霸倒轉地球 最後尼奧洗出招牌必殺技 尼奧飛退 把巴巴魯星人打低了 而超人鎖匙也及時放回原位 超人之星急速反方向遠離地球 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地球再次歌舞升平 盛世太平 經過這一場大戰 因為尼奧兄弟有極度活躍的表現 超人王就陰點尼奧兄弟 加入超人兄弟 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那超人王都開到聲了 超人之父和超人之母 怎麼都要押頭了 尼奧兄弟 正式成為第七位和第八位超人兄弟 成就又一解鎖 好了這張就差不多了 下一張 飛太郎將會為大家送上 超人尼奧劇稱爛人包 最終章 集合恐怖 血色 殘酷 悲傷的一張 這一張 就是傳說中的原盤生物最終章 請大家不要錯過了 希望你可以訂閱按鐘仔CLS 追隨太郎軍的全部平台 還有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成為太郎小兵的一份子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喜歡 喜歡 請